influencers! 嗨,各位觀眾 感謝隨意收看 齊哥、達哥、其他社會家 今天又是星期天了 今天20年6月21號 那一樣,今天還是來雲空 打黑龍 8點開始打黑龍 先上線來 晃一晃 走一走 看一看 那目前員工有線上玩家24位 那遊戲設定是1.1 3.2 那有生存商店領地工會RPG 副本 遊戲 特製武器 伺服器開放為24小時 那不知道前幾天有沒有注意看到 我在講的材質包的設定 各位玩家如果說你要不一樣的材質包 就是要去找 去用 去換 我覺得玩得很開心 有時候重開的感覺聲音都會變來變去 大有小 目前稍微再調整一下 上次講過的材質包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選項這邊如果我們要把顯示設定 看這個介面大小 有沒有 就可以去調整 那為什麼要看這個介面大小呢 就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像我們的小爐身上的裝備 比如你看這把刀 這把刀這樣看的是這個畫面 那如果說你在選項的一個顯示設定裡面 用成自動 各位觀眾你可以看一下 自動的話就變這樣子了 這就跟你做個分解 這樣就看不到內容了 所以我常跟玩家講自己去選擇自己 喜歡看那個畫面 現在太小太小也看不到 再來資源包 昨天有試過蠻多資源包的 常跟玩家講的 有透視的啊 還有可愛的啊 還有Q版的還有真實的啊 那以現在來看是這個Q版的蠻好玩的 這個材質包蠻好玩的 好因為之前我們有一位 有一位網友他都用這個材質包 那時候給我之後我覺得還不錯 蠻普遍級的一個材質包 各位觀眾朋友就可以看一下說 他目前那個畫面顯示的狀況 好那等一下我們還是一樣來先看一下 我們的遊戲的排序有9667位 所以玩家就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遊戲上面有多少玩家會經過 經過其實 一個遊戲要留住一個玩家真的很難啊 因為太多選擇了 尤其大家想要玩新鮮的 什麼叫新鮮的 現在最新1.15.2 那很多人會去玩新的東西 去玩蜜蜂啊 去玩堆肥香啊 去玩提燈啊 去玩提燈啊 等等等等的一些物品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遊戲幣有2億4千多 換 好OK那我一樣先現行看一下 給各位朋友講一下說 他這個東西有沒有像這些 就是畫面會變不一樣 那有些新的東西 他目前是這邊 不愛用 因為1.13版 他拉出來是1.13版的東西 像這個營火 你如果要拿出來 不好意思 他就變成石頭 那不屬於這個1.13版的伺服器 就會變成不能用 或者是說要拿這個燈籠 然後 或拿這個鐘 因為版本不同 所以他變成石頭 我常跟玩家講 為什麼他們都要選新的遊戲 因為 可以去懷舊 可以去懷舊 去玩一些新鮮的東西 其實現在蠻多玩家都會選擇說 我今天要去玩 玩一些舊版本 其實最近臉書上面看到蠻多玩家都在找 有沒有1.1版版的伺服器啊 有沒有1.12的啊 因為 舊版的話 第一個 它的插件多 功能多 免費多 還有外掛多 那新版的話 就是 bug多 狀況多 新東西多 那你就要去調整 看你怎麼去玩你想要玩的一些東西 那我在邊講當中 我順便逛一逛 繞一繞 給各位朋友欣賞一下說 它這個材質包 材質包的不一樣 看起來很棒耶 我有沒有開光影 我看一下 光影我記得把它關掉了吧 對我沒開光影 光影的話又另外一種效果 有沒有 這就地獄 地獄的話你看可以看一下怪物 它材質包變換之後是連怪物都會變 有沒有看到 這是豬人 豬人 好豬人 好豬人 那還有什麼 它這邊只生兩隻豬人而已 我看一下有什麼 好 那再來的話 下一個 有沒有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前幾天我們看掉下來的 這些怪物的 畫質東西都不太一樣 有沒有 像那個 掉下來的怪物 它的 畫面 水 水 都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名稱 英文名的 好OK 我們再換下一個 你看一下是熔爐 還有它的 紅石磚 都長得不一樣 這邊有一點 比較卡通型的畫面 可以讓玩家欣賞一下 好 那這是一樣 我們的 地獄雕堡 所以說沒有 地獄沒有看到別種怪 可以讓你看 這邊有 這個 電眼的 被它射死了 看一下隔壁有沒有什麼 好 這邊又有豬人了 豬人就看過了 豬人 看一下 豬人 不一樣的豬人 這造型面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會覺得 蠻特殊的 所以我常跟玩家講 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換一下風味 就玩起來 不一樣 可以看一下 這些花草 都是不一樣的 這是我們的 蠻果 輔導人員 野企鵝 早安 早安 我的說話框 不知道 能不能出得來 等個幾秒看一下好了 早安 不會喔 不會一直跳 好好好 昨天 昨天在直播的時候 他會一直給我跳訊息 不曉得哪邊出問題 就是一直跳 像我這個 贊助的 是一樣啊 這是一舉贊助測試 Kilda 上次是兩次贊助的一個 測試聲音 這是一次 慢了一拍 所以我常跟玩家講啊 在直播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要學著去設定它 因為 他每次設定的東西都不一樣 如果各位玩家 今天下午有看我第三頻道 我第三頻道 今天直播整個日 日時 日時 我們講的上帝 上帝 經界 上帝經界 那 他 就是整個下午都在直播 將近有 一萬多次的觀看 跟最高瀏覽錄到 六百多人 六百多人 你會想 好可怕喔 那你就嘴狼 那一萬Lag了 有沒有 Table金就跑不掉了 因為 今天最最最最最大的新聞就是 日全死 我現在給 他在那邊聊聊天 我說那邊當初 訂閱四個 現在好像變了 二十個人 所以有時候很神奇啊 就是有些玩家會訂閱 那我也是 一直在線上求他們說 幫忙訂閱 幫忙訂閱 因為 訂閱你可以回播去看我那個 將近快四小時的一個直播紀錄 四小時的直播紀錄 你可以重複看 為了去打標題 像現在有人會在那邊打字 可以重複看 日全死 那時候分四個畫面 有分 台北的 嘉義的 金門的 還有 一個 金門 台北嘉義 雲林 這四個地方的一個日全死 那聽說我們台北的 日全死 那個 上帝金 戒沒有產生 因為他 有點偏掉 所以說 變成說 完全有那個 戒指產生 那如果有興趣的玩家 可以去參考看看 因為那個 滿有趣的啦 等於說 四個鏡頭一起看 而不是開一個網頁 我常說 幫助玩家 可以發現 讓他們可以玩得更多 可以讓他們看得更多 因為 說實在的 有些人 沒辦法開那麼多網頁的 東西的時候 變成說 會少看到很多東西 會少看到很多東西 就像 我現在的話 是跟各位玩家講 我是雙螢幕 我使用的是雙螢幕 那我在這邊的話 上面是看新聞 所以之前才有朋友跟我講 說 你可不可以是翻白眼 因為我在看新聞 新聞上面會講一些訊息 就可以即時直播 跟各位朋友做個分享 做個聊天 那目前線上有七位觀眾在收看 非常感謝你們 那也可以做個互動 做個聊天 打字 前幾天 我在各大臉書有做宣傳 因為我們員工一樣 還是在招收人員 那招收人員的話 目前的一些人 帶的也滿不錯的 有些玩家也是 滿幫忙的 幫助我們玩家說 可以讓你馬上進入這個遊戲 那基本上我們的遊戲 也很簡單 進來看一看 照告示牌 看看東西問一問 就會有人幫忙 那再來就是斜線OS OS就是我們的一個指令欄 那目前有一個支援區 支援區就是開放新地圖 這個也是建議滿久的 建議滿久的 請我們的官方去想一下 因為支援區可以讓一些玩家去享受 探險的樂趣 我們說怎麼樣叫探險樂趣 以前1.18版沒有那個什麼叫做 長寶圖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記得 長寶圖 沒有長寶圖這個東西 那1.13版就多了一個長寶圖 那就很多玩家去探險 去找乘船 乘船找到的話 他的弟弟的寶箱 船裡面的寶箱 有時候會有那個 有長寶圖 有一些物資 那你如果拿到長寶圖的時候 你可以去尋找附近的一個寶箱 那有種樂趣的 那我們設定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會去做調整 像我之前也曾經做長寶圖的一個 長寶活動 比如說我剛好上海玩的時候 我就開始開活動 比如說我跑到幾萬的坐標 去尋找寶箱 找到寶箱的觀眾朋友 可以跟我直接加LINE 加LINE加好友 我可以直接送你LINE的貼圖 雖然現在LINE貼圖好像不怎麼值錢 那還是一個好玩的東西 那這邊是我們的端午節的一個活動場地 端午節的活動場地 前幾天如果有看我們的直播的話 應該是有看到這一小段 目前還在建設當中 那記得有那個 記得有什麼樣的想說想聊的 都可以在這邊打字 好像有點LAG 好像有點小LAG 在傳送的時候會有小LAG 所以我在現在跟玩家講啦 這些內容你都可以去嘗試 去玩新鮮的 哇應該是斷線了吧 這是我們的管理長 我們的鍋貼 各位玩家可以看一下地獄刷怪 刷怪的一個場所 我用這個材質包看起來我們副本2好乾淨喔 好乾淨的副本2喔 哇 應該蓋了一個海底的家 這個WUUU 好 好那長官玩家講 有些玩樂啊 就要找到好的陪伴一起玩 那目前的話我們有些玩家 會邀玩家一起加入我們的團隊 加入我們的圓空玩樂 那其實各大遊戲 各大伺服器都有很多設定的東西 一直在改良 一直在變化 那如果說你們有什麼樣的意見 有什麼樣的調整 有什麼樣的希望都可以問 好 像我做隱身的話 有時候就是這個方式 會去做一些關心玩家 伺服有一些異常的動作 或者是他來玩樂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他在那邊做 那這邊還有一個 左下角一個誰與誰結婚 因為我們邪先 有結婚指令 可以選為男性 或選為女性 那結婚指令的話 有些 這邊可能沒有寫到吧 他傳送 他傳送走 我就要再跳一次 我們跑到終界 終界龍開始了 我看一下 快出來了 快出來了 差點忘記大黑龍 大黑龍 大黑龍快出來了 那也跟玩家講過了 ESC可以看那個 看那個什麼 右邊那個顯示 字串 說話框 其實滿有趣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附近有聲音 它是用字幕去打出來 你就不會說因為 找不到 附近在哪邊 東西在哪邊 好 算了嗎 好像有阿 水晶石出現了阿 有些玩家也不曉得 那個黑 黑長人是什麼 所以說 很多玩家有新的 那我們也常跟玩家講 要互相互動 因為誰沒有嫩過 誰沒有新過 那新的話就是要多多去學習 那老的話有空就是幫忙大家 可以知道說有些 有些東西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 再看一下 奇怪 8點02分了 因為我不知道他之前 之前是怎麼設定 好像 有那個 我們師傅組阿燕有來放 他才會長 那 嗨 晚上好 各位晚上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材質包 材質包的一些 這些的 也不一樣 我們之前的放龍手 我們的鍋貼 好 因為之前也是忙著讀書 不要左右環蠟 看一下他有沒有聽到 完蛋了完蛋了 他可能昏倒了 對 結果 還要不一樣 不要 怎麼 沒有 我 沒有 沒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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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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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今年45歲 阿伯今年45歲 記得訂閱支持 7月多會回到我的主頻道去做直播 目前的話都用這個在做直播 現在不曉黑龍到底能不能出來 我們來幫他們放好了 因為那些都不負責任 要打屁股都不負責任 又不知道跑去哪裡 8點到了 真的有時候我們常跟玩家講 有個人有個人的忙的時候 所以會忘了這個忘了那個 出來了出來了 大黑龍出來了 大黑龍啊打錯了 大黑龍出囉 欸死了喔 啊 我要先消失一下 金焰值 被吸了喔 放錯隻喔 喔 所以還是由我們的主角去放 放到那個 放到不一樣的喔 對啊馬上就死了 R1的秒殺 所以我們常跟玩家講 有時候有Line群組 有DC群組有沒有 才可以趕快去 不然都很難去聯絡 可以聽一下環繞音效 各位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蠻壯觀的 因為它的音效做得很棒喔 那我現在用的是 不一樣的材質包 所以在這邊看起來 會有點不一樣 它會轟炸那個龍之氣息 整個炸掉有沒有 那記得沒訂閱的 就點一下訂閱吧 訂閱免費 那在 生活齊哥遊戲搶匪 會做一些影片 給各位分享 給各位觀看 那也可以順便 跟各位朋友 教學或指導 因為太多東西要學了啦 所以我常跟玩家講 我在直播也是在學 怎麼讓聲音 說得清楚 聽得清楚 又不會說有大小聲 因為我們常講 有的是掛耳機 有的是用喇叭 如果聲音大聲小聲 就會影響到一些玩家 聽的一個感受 哇 我們的面面又站在那邊獨挑 那邊用終界珍珠丟了 就站在那個地點一直擋 一直擋 那右邊很多顯示的一些字串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內容在跳 我們學 學士二弟是一萬 一萬四百多滴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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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技能殺出來的時候 現在都是黑龍死的 這不是終界死者 黑龍死喔 比終界死者的 高一些 學多一點 喔喔喔喔 發現我們面面有射轟點 轟A 哈哈 他有在我們的柱子上面射轟A喔 哇 完蛋了 看有沒有人看得到 他射轟A就回去了 因為有時候有寶區喔 可以設定到的 就可以用轟點 所以常講 要會玩Bug就很厲害 一瞬間就可以跳到那邊去 哇 我的龍死氣息很漂亮 所以這次是用這種材質包 下次有機會 我們再換另外一個 材質包 來去享受一下 這些打 打黑龍的一個感覺 附身在龍身上 還沒附身到 附身在黑龍身上 有點怪怪的 先離開好了 各位玩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地方 在終界這邊的話 我們都有射寶區 固定的 不像有的伺服器你去看 他終界是被挖得亂七八糟 因為 他的地獄 旁邊那些 黑曜石 只要黑龍出現 黑曜石就會重新長出來 如果沒事的人 就會拿著鑽島去挖黑曜石 因為 黑曜石挖完之後 他會再重生 只要 拿終界水晶去放 終界水晶去放 他就會變成那個 對 砍在柱子上 就是東西都塌的 所以各位玩家可以看一下 左邊的死亡訊益 就很多了 如果說你在線上 這時候要密我 或密人 又找不到了 因為這個時候 看不到很多隻 那龍的話 最後一滴血 被打爆的時候 他就會要站在底下 撿物資 他會掉副本的裝備 副本的裝備,有頭盔、盔甲、鞋子、腳 還有沒有武器呢?不知道 還有黑龍的頭、鱗片 那收集那些可以去換戒指 相關的一些材料都要記得去收集 那一個禮拜才出一隻而已 所以很拚啊 副本的話是每天一個小時到半個小時就會出來一隻 所以蠻多人在刷的 那也是要有戰鬥力,不然第二副本也打不過 那如果有掛耳機的觀眾朋友可以聽得到 他聲音真的是很立體 所以Minecraft真的很用心有在做這個遊戲 人家看一下 非龍如果打死的話 還會有個寶藏貓 就是有幾隻貓 他一樣會掉裝備、掉材料 炸的眼花繞亂了 那你就是趁那個時候趕快去衝去打 撿 好不好 那目前的話 我們都有幾位高手 會用那個鞘刺外加煙火 用飛翔 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最後大暴擊了 那有些玩家就會直接跳到柱子上去殺 那問題是 飛龍的暴擊有時候一發就死了 不管 真的不管你的防禦力多高 真的一發就掛了 那你不小心砍到後面的人 就是一群 一群終界死者 黑龍死者 抱著打 左邊這邊有沒有被秒殺了 所以很可怕的 哇 大家的一些武器殺傷力不夠強 你看都沒砍到 不然就在這邊跳砍跳砍 還被彈開 炸開 還有800多滴血而已 快點 大家加油 我看了可能又有一波了 還會再飛一波了吧 那副本一副本二 副本1.5 每個王的殺法都有不太一樣 所以玩家有空都可以去多練習 多知道 那目前的話 黑龍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 弓箭去射擊他 不然就是用翹翅加煙火去飛翔 我們面面被擊倒了 不然就是等他下來的時候 站在這個柱子上去批 不然就是要打黑龍死者 黑龍死者在幾下 一下就秒掉了 還有這個 有技能武器的倒下去很可怕 有閃電 電擊 火焰 還有這一種小隻的 銀杏怪 黑鹽 那如果沒有看到 你就不知道他這些一直在攻擊他的 因為那個是隱形的一個技能 就是追殺攻擊的 差點忘了看我們的黑龍 黑龍生一天血的時候 要注意看他掉下來的裝備武器 材料 因為上次也是這樣 BOK一聲他就掉了 他就很多人 沒看到 他就只看到飛龍過來死了 掉經驗值 因為 死掉了最後他會掉經驗值 那這邊死掉的話 是瞬間 瞬間掉下他的一些 波波刺激了 刺激了 各位觀眾 各位觀眾最後一滴了 注意看 注意看 我插這個角度好了 有沒有 最後一波 最後一波 快點面面衝進去 好 有沒有 各位觀眾可以看得到 下面有個送財貓 有沒有 送財貓 那裝備就掉一堆了 那如果有興趣看的話 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掉了滿地裝備 有沒有 還有送財貓 這邊還有一個 奧里斯鋼的岩 有沒有 鑽石 好 剛剛各位觀眾如果有看到送財貓 那我們這個面面一直被那個隱形的黑炎攻擊 依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是隱形身份 我們看得到 那一般玩家是看不到的 我可以換成一般的角色看有沒有 就看不到 只有看到他被攻擊 這就是他的一種屬性的一個攻擊能力 讓玩家看不到 那你就只要離開這個地方 離開這個遊戲才會看到說 不會被他一直打 那再來的話 這個遊戲啊 金錠啊 鐵啊 鑽石啊 真的蠻好打的 所以蠻多玩家 他們都不想要這個東西 因為隨便打 都有了 對啊 最後傳到副本大廳爛死了 明瞭 叫我打... 你打... 我就會去山蠍 飛什麼 寶貝 好,那這一次的話直播有錄到掉落物 還有我們的財寶貓,大家可以去重看 去重新再拉回去重看,然後等他整理好 那一樣,齊哥在那邊跟各位朋友講 我的直播目前都在這個頻道,7月中過後我會回到我搶匪頻道 那影片我一樣這邊做直播,會把影片抓回去搶匪那邊去 那再來找時間的話,我們還有我們的阿瑋AW他有空會幫我做一些精華剪輯 讓各位觀眾朋友可以去看最簡單的 那目前我第三頻道的話有可能是一次開就是開 七八個小時或幾個小時的去掛一些影片讓人家去看 反正就是玩玩看,順便可以玩一下直播有什麼樣的功能 有什麼樣的樂趣 那記得喜歡、訂閱、點讚、點分享 直播先到這邊,黑龍介紹完畢,先這樣子,掰掰